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德偉 你妈妈以前是歌星 是 好直接的一个 因为我很听她妈妈的歌声 最近那个EMI 出了一张叫做百年和好 就是把以前周璇啊 这些在上海很红白光的老歌 通通都用电子乐 做成从新的版本 remix的版本 然后结果里面有一首 很好听哦 我一直听然后我就不晓得那个女生是谁啊 然后还要看资料就写是杜德偉的妈 我就想说哇 好厉害 应该是两首吗 两首对不对 应该是两首 是很红的歌曲吗 其实 没有很红对不对 没有 那两首不是我妈妈的代表作 OK 你知道国中生啊 台湾的国中生 一定都有经历过一件事情 就是在下课的时候 带收音机去那个走廊 然后放杜德偉的歌 然后在那边练牌舞 然后学她的舞蹈 真的 所以她是教主 是 然后那时候男生都是靠这一招来吸引女生 就一下课就扛了收音机 然后就 Happy Happy 然后那女生就在旁边看说 你看她舞步很厉害什么的 所以以向她为标准吗 就是越向她越好 就是能够跳她的舞 然后跳出一个动作 如果像她的话就是很厉害 那这个有没有延伸为说 你们那时候女生会就是迷她呢 刚大S以前超迷她的 哪一种迷法 就是看到就会五法四八 对 她那时候已经是大巨星了 然后后来我们才那个默默的出道 然后就有机会遇到杜德偉 然后大S就会说杜德偉杜德偉 然后就会这样捏我 然后说想跟她合照什么的 然后就是会要去跟她拍照 然后就那种新的喜欢 对 她们现在的姐妹蛮红的 就是虽然听起来是很小牌的做法 可是现在是很红的曲 对 不过她们很可爱 我常常有看你们的节目 真的啊 然后发现你会唱歌 我会唱歌 因为她常羞辱我 所以我会唱歌 我有看那一集 我跟赵正月 对 然后现场唱歌 对 所以她有看 然后你觉得她会唱歌啊 对啊 很好啊 很放得开 香港的天王都说你很会唱歌 张学雲上次也这样讲 所以你看人家多会做人啊 就是真的没有礼貌嘛 我觉得 对啊 很有礼貌啦 好 可能毕竟台湾不是她们的家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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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有一些抒情的歌 你也可以唱啊 什么《钟爱一生》 《钟爱我一生》 Oh my love my love 哦 对不对 以前这些歌只要一唱出来 女生就会忍不住 我就心会救 OK 看她们家这张 以前全家福的照片是否很好玩 就是有一个唱机在这里 然后一个拿着吉他 一个拿着唱片 好像简直是为音乐家庭拍照片 对啊 然后爸爸那个就一副 在观赏某个演出那种表情 你爸爸跟音乐有关吗 有 他是打鼓手 真的啊 拉丁鼓手 打拉丁音乐的鼓手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你爸妈才认识的吗 就是一起表演的关系 对 他们是一起在新加坡 表演的时候 然后哥哥 哥哥 哥哥现在是那个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 他也有玩音乐 他很喜欢跳拉丁舞 杜特伟开始在歌坛展现肌肉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 别的男歌手做这件事 应该是 你虽然是少去刚 香港比较流行是吗 就是许冠杰他们也是很早 就开始露肌肉是不是 香港好像 好像是吧 可是像温拿无虎就没有露肌肉 可是我并没有故意去展现什么肌肉 我觉得我不是那种非常壮的男生 也并没有说很自豪 我一定要脱衣服 你这每一支 只是无路影带里面都穿很少 对啊 还有憋憋裤啊 裸上身穿憋憋裤 有没有 然后淋雨那个 对 还有冲淇淋那个 对 还不承认 没有 我觉得 没有 我觉得是在那个环境之下 然后有这个气氛 然后这个音乐 我觉得我想脱 我就不晓得什么 我就 那个是没有设定的 我自己在那边淋水 然后自己觉得很舒服 这样就脱掉 所以你就是一切都要看 当时的气氛就对了 你不是一个很爱露肉的人啊 我啊 我就是搞错了 没有 我可能是 我也搞错了 不是 可能是前医师 因为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很舒服 我就这样子 你如果穿有扣子 衬箱 我不是因为说我在镜子里面照 哇 我要穿少一点这样 不是这样子 只是我觉得这样穿很舒服 我就这样穿 所以你每一次去练肌肉的时候 都没有对着镜子照很久吗 就都 咬牙齿 也有了 也有了 所以你还要说谎到什么时候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他那中间是专业的需求 需要看自己肌肉 因为到时的气氛 让我觉得我很想要看一下镜子 你听我解释 我从小培养那个概念就是 健身是一种很健康的事情 然后呢 能够健身 然后让肌肉膨胀 然后发达一点点的话 一个是一种很健康的行为 那我就是说做完这个运动以后 我就照镜子看看那个肌肉 有没有膨胀出来 那我又没有做到一些成绩 都是很随意地看有没有膨胀 也没有刻意要看它 对 我真的是这个动机 随意看了大家两个半钟头发 对 不是很随意 不过就会看它膨胀了没 你会光着身体照镜子吗 我非常爱 你也会啊 我一回到家 一回到房间 那我衣服全部脱只穿一件丁字库 开始刷牙 洗脸 卸妆 然后就开始跳恰恰 你已经穿了裸上身吗 裸上身吗 然后我就很喜欢裸体做很多事 像我这些裸体 然后比如说练琴啊 或者练长笛 有一些是裸上半身 然后就只穿丁字库 然后在那边练长笛 然后我姐突然冲起来就说 徐帝 你在干嘛啊 裸上身在那边吹长笛 看起来还蛮 那不是很像片的啊 对啊 可是被女性的家人看 都还蛮怪 那你何必画舌天竹的穿丁字库 你就拖光光就好了啊 因为就是毕竟那边还是一个 进出口啊 它会有兴趣 什么鬼话 所以OK 所以问题是你裸上身跳恰恰 这样会晃得很厉害的 不会 因为你主要是要看到 那肌肉整个这样运作 腹肌有没有在用力 还有腰部的线条有没有出来 你有衣服挡住你就看不见了 是 所以跳芭蕾的都是穿那种紧身的 这一点你们作家可能不能了解啦 因为打字也不需要裸体 有一些作家也是光着身体 在写文章也是身材没有很好就是 你认为会被杂志拍到你裸体在人家写书 多好笑 我希望你现在没拍到你光照 好像有裸体拿咖啡 你健身是在自己的健身房 还是要去公共的 老实说我都没有健身了 你没有健身 你没有健身 我已经很久没有健身了 真的吗 我来台 就是去年5月的时候来台湾 开始拍的地方到当铺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怎么运动 因为根本没有时间运动 那你会不会很犯罪感 我以为你是每天去三小时的那一转 不会啦 我是早上起来可能15分钟一些拉筋 这个是我每天一定会做 然后睡前也拉筋 所以之前你一直很自豪 你的臀部非常紧实 现在还是吗 现在还是 可是丁没有说很自豪吗 好乱喔 还想撇心 有关想要炫耀跟自烈的情 就是她是我们第一个来宾 跟你一样喜欢别人 你也可以看她屁股的吗 不乖 我可不可以摸一下 你不乖怎么样 你今天这么有礼貌 竟然第一句你这个要求 因为香港来朋友 那你要让人家也摸一下你的吗 不行啦 女生被男生摸 毕竟还是会害羞啊 那男生是有被女生摸的 那OK的啊 你要摸人家你才能讲OK 不是 因为你不觉得男生被摸人家 是无所谓的吧 无所谓 对不对 像我摸你胸部 跟你摸我胸部感觉差很差 当然加屁股 所以你现在要摸两个啦 就是胸部加屁股吗 我就问问香港来朋友啊 那你摸我屁股摸你胸部好了吗 那你摸了 好啊 来 你站在这边 好 那我就摸咯 摸摸 好 你摸到这个遥控器了吗 没有 我摸到了 真的 我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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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不住在那边戴上 你是在捧客人的场还是你真的 真的啦 没有 摸屁股呢 被摸很多次了 可是被打是第一次 你是第一个 所以真的很好吗 有 我跟她就是身体是这样 然后屁股是有那种这样 攻起来跟脚散步的 所以身可拟易 对 可以 我跟男人屁股屁股有 你为什么常常被摸屁股 自己公司的员工都有福利的 所以你是 就是说照片公司的同事 很多女生 大部分都是女生 每一个在拍的时候 讓她们都说 好想摸一下 那我就好啦... 自己公司的同事都有福利 都可以摸 公司以外就不行了这样子 好... 所以 你还要摸摸 不是啦 我是在模仿她的情绪 所以 刚才那个是 摸了以后没有办法判断 是这个人很久 没有上健身房去 勤劳地健身 我觉得她那个屁股摸了 是还可以 骗过很多人 是她有在每天上上健身房 可是跳舞 已经是很大的运动量 对 所以 三年没有出唱片 然后 中间没有做什么宣传 很少上电视节目 结果三年多以后 台湾电视节目的确 其实进步很多 现在男艺人都要被摸屁股 没有的话 有些肌肉松弛的小朋友 你都不摸了 像贺一航大哥来 我也没摸 没有人家说谢谢 这样说一下 曾志伟你也没有摸 曾志伟 对啊 太多层关系在里面 不好意思 杜德伟挑女友 不喜欢女友投游游 每一切条件都符合了 然后可能你喜欢她爱狗 可是她刚好又是 脚子甲都是破破的这样子 然后可能她很惯怀 那个独居老人 可是头去常都游游臭臭 你会有一天 头游到 连独居老人都抱怨 坐牌坐牌 不要过来啊你 穿皮裤会流汗 杜德伟流的不是汗 皮裤是我非常喜欢 只有银钉的那种 那你坐久了会不会觉得屁股很痒 因为你知道皮裤坐久了屁股超痒 是 坐久了然后没起来 就要觉得好像有点汗这样子 太久的话会变成油这样子 那你看女生最重要的部位是哪里 其实我会看小腿啊 然后手指甲脚指甲 有没有很干净 小腿气不气 如果干净可是没有洗 就会臭臭的呢 不行啊 因为我觉得这种个人的卫生 是代表那个人的内在个性 可是如果她很爱狗呢 很爱狗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两个要连内在 没有 我随便会这样 好 就是她虽然脏 可是她爱狗 这样有没有 或者她很孝顺 对不对 而且也很关怀独居老人 这些都是好的条件 可是所以就会变成 不是那么容易挑女朋友 或许男朋友对不对 因为你要一切的条件都符合 然后可能你喜欢她爱狗 可是她刚好又是 脚指甲都是破破的这样子 然后可能她很关怀 那个独居老人 可是头就常都油油臭臭 你会有一天头油到连独居老人都抱怨 双台 双台 我真的不要过来你 你这样就会骂我 好 如果也是杜德伟说她不喜欢不爱干净的女生 要不要修正 你会为她爱开始变得爱干净吗 我会 如果我真的很爱那男的希望她爱我的话 我是会做修正的 因为我现在这么潇洒度是因为我身边也就是都是那几个姐妹 应景而已 对 你三年没有访问她了吗 没有 隔那么久吗 前一阵子还有上我们节目 是为了8号当铺是不是 可是就是跑可能一个通告两个通告 听说你家里面为了准备出唱片 有放了很多新买的衣服 放了三年的衣服吗 不是 是因为之前一直都有开唱片会 然后说要出唱片 然后一直在拖拖拖拖拖 拖了差不多有一段蛮长的时间 然后每一段时间都以为自己会出唱片 然后就去先买衣服 因为通常在你出唱片的时候 你才去买的话衣服已经卖光 要不然就刚好换季的话怎么办 可是太早买会过季啊 她后来就过季了 所以就是过了很多季 然后就累積一些衣服 就七八运穿高领毛衣在那边就是 都长湿整的又可以 你这个有排了很多衣服放着 就为了出唱片的 不是平常要穿的衣服 就是以为自己会 会有未来 就是短时间的未来会出唱片 结果就可能没有成功 然后就留着 可是也无所谓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借口了我觉得 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买东西的人 就为自己买衣服找个理由 对啊 就买啊 反正就喜欢 你在男生里面算是爱买衣服的是不是 我觉得很爱 真的吗 对 很爱 你有很在意美食吗 在意 在意 可是我在意的那种美食是 便当也可以 可是要好吃的便当 可是你好像不太爱买衣服耶 我恨透了逛街了 真的吗 为什么 太累了啊 真的吗 所以我跟大S去日本 他就是那种沙红的眼 每一家店他要逛得很彻底 然后就一直旁边说 去喝咖啡去吃饭什么的 那你下次不要穿那么高的高跟鞋 就好了 可是你又不想要输给日本妞啊 因为你就不能出去之后 然后还被人家瞧不起说 啊 台湾来的矮子 你不要穿那么高的高跟鞋 那个时候就只好烙广东话 香港来的矮子就比较好 我们每次跟大S去哪里度假 峇里岛或是日本 然后比如说要闯红灯 或是乱丢垃圾 我们就会说 不乖啊 乱唱 就会讲广东话 丟臉了 真是的 就不能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台湾人 有没有那种很贵的东西你卖 就是很贵的手表 还是皮大衣 你会买不下手的 有 有 结果就算了 还是会把钱存给我再去买 看自己有多喜欢啊 你有那种 没有 其实还是有 有一些觉得好像不值那个钱 非常喜欢 可是不值那个钱 我还是不会买 你最贵的衣服也到多少啊 大概是一条皮裤吧 皮裤是四万多块港币 十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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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它是一个牌子的皮裤 但是皮裤是我非常喜欢 只有银丁的那种 OK 對 银丁的那个 好 对 那你做久了会不会觉得屁股很痒 你知道皮裤做久了屁股超痒 是 对不对 比如说屁股疯了 整颗屁股都很痒 整颗屁股都很痒 你们是上海的行家的对话吗 没有 因为冬天你不能没有皮裤 可是每次跟姐妹吃饭 一做久 然后就觉得屁股好痒 就一直在椅子上这样 戳戳戳戳戳戳 然后就一直起来这样打打打打打 你记得那是皮裤不是火气萌吗 上火 可是你买到塑胶 上火也有屁股痒 我不知道反正是不透风就对了 然后就一直很痒 然后就一直整个都不利呢 你有这样吗 我只是会流汗而已 还是说屁股 不会痒 好 那你会流很多吗 屁股 就是走一天当然会有点汗的 然后如果太久的话 会变成油这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每次偶像到我们今天 都会聊那么奇怪的事情 我刚刚有听错吗 太久就变成油啊 是什么 真的吗 就像老板油那种感 老板油那种感觉 就变成黏黏的是不是 应该是吧 我的妈呀 那你还花那么多钱 买那个裤子干什么 外形那么 让油吗 可是当你买那个裤子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我屁股油那件事 一直觉得 哇 这裤子好炫喔 这样子要买过去 那你想想看 你跟女朋友去约会 穿那皮裤帅得二五八万 结果回到家 整个那滴油 好严重喔 我以前看她穿皮裤觉得好帅 以后都会有这个阴影在 看这个节目中 没有 对不对 我也听说她每天都 吃十几种健康食品 而且名字都好特别喔 就是这些健康食品 为什么叫做什么 素益 素益保压力消耗 大概六七种 六七种啊 所以素益保饰跟记忆有关是不是 记忆有关 是吃了会记忆比较好吗 对 记忆比较好 结果又比较好吗 还差不多啦 可是烤的已经有好了吗 可是我自己心里面是想说 可能这样已经是比不吃好了 你的另外一个叫做压力消 那个吃的压力真的会减消吗 压力消 压力消 所以我做的原因是让自己比较开心一点 就是放松一点 因为我常会紧张 我一工作的时候要求很多东西 是会发脾气的那种 还是说哪一型的表现法 就是会碎碎念 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 因为旁边的人就会觉得 很紧张 这人怎么 搞错 搞错 就是自己会这样子 就想说把这种脾气改掉 然后刚好我习惯用健康食品 因为也有一个叫 那个压力消 你是每天都在让健康水平的人醒路 然后看到你有哪些东西 因为叫压力消 我去买回去试试看了这样 只有有比较好吗 然后因为她买两瓶 她送你一瓶 刚好三瓶就吃了很久 刚好那段时间是有一些 就是很多合作的工作人员 大家就看到这什么东西 然后一起宣传 送我回去的时候看到 这什么东西 然后就传出去 是这样传出去 其实也并没有吃很久 只是三瓶而已 就是三瓶而已 那吃了以后有没有 你好另类喔 我没想到也是这样的人 那吃了以后有压力 就是有不是在碎碎念吗 吃了也差不多 你演第八号档铺的时候 你自己有想说 你有什么东西要拿去那个档铺里 档吗 没有 对 我都很满意自己 你看第八号档铺的时候 你有想 你要拿东西去档换成什么吗 我也还好 就把康熙拿去档 就要换一个男人回来 对不对 也还好 有你不错啊 我不喜欢这种 失险的意思 我自己讲完都有点冒 我会想说 不是用我的风格 不是用你的风格 不是用你的风格 可是网路上好多人就讨论 需要拿什么东西去档 换什么东西回来 什么这些 我不知道 我现在都觉得一切还不错 OK 所以你也是 对 我觉得一切都好像有原因 而且好 每一件事情发生 都有一个两极 他一定有一个好的部分 一定有一个坏的部分 你在那个室里面 算是跟天心 谈恋爱吗 对 才结婚 天心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天心 我觉得跟天心相处以后 我觉得好像 好朋友的感觉比较多 因为他好像男生 然后一些事情都 这样讲出来 他有些部分可不像男生 那部分 那部分 我想 你没有机会跟他消息 对 我想 一般男生都会 很动心 很欣赏 对 狂野男人的需要 只有杜德伟知道 就是如果譬如在你现在 控告期的话 你 如何 就是 不能讲 我觉得是充气娃娃 还是说他右手肌肉超大 你知道 因为 断练太多 等一下 他握手就知道 细节然后就整个隆起 就 就算他右手肌肉很大 也不能赖在你上面 可能是右手在做 居压了 既然空窗起的话 既然空窗起的话 为什么要这么专一呢 你不要选 你讲的我都害羞了 苦了你了 好 我答应过这一步说谎的 他真的打了好多 傻想空的 他真的打了好多 康熙来了 你是一个很在意感情的人吗 就是一定要有女朋友 空窗太久你会受不了 不会 其实我觉得在谈恋爱的时候 如果 当然你很爱那个人 你才会跟他谈恋爱 对不对 那你谈恋爱的时候 就必须要非常专情 就是 不是必须你会很努力地去经 我啦 我会很努力去经营这个爱情 可是当如果真的是 顺其自然分手的话 那我觉得空窗起应该要 去玩凶一点 什么东西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开开心的去玩啦 让自己 可是当然是有原则 就是不要伤害别人 不要伤害自己 这个原则之下 就是去 开心去享受空窗起啊 是这样子 那你现在是空窗起吗 空窗起 所以你最近玩蛮凶是不是 我觉得 我在音乐上 跟MV里面 都玩蛮凶的 想要讲到自己音乐上去 MV是脱裤子 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话 会影响我 我不会 可能我不会有这个举动 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 去拍这样子的MV 可是你不是属于那种工作 我工作就叫什么样 女朋友没办法影响 我以为我是 可是有一些事情 让我发现原来 我其实不是 我会去尊重她的想法 然后她如果有情绪的话 我尽量下次避免 可能不做的事情 真的啊 可是我现在我觉得我不行 不能这样 我觉得 如果我现在要重新去找一个女朋友 当然是希望可以找一个 她能够去 配合你 配合我工作上做的一些事情 只要 只要 就是在工作上 我能够得到成就的话 有成就感啊 然后我会尽量放开去做这个事情 对啊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这样子的啊 对 本来是 不要伴助人家另一半的工作 对 因为是我先有这个工作 你才认识我的 不要互相牵扯 你好会讲喔 不是 只要你男人叫你 什麼多陪她一点 你马上去多陪她一点 你好像喜欢 工作都不知道被放到哪一锅去 我就是嘴巴厲害嘛 有没有那种两性分析家 还不是自己都没男人 还在那边弄得很张张 是吗 你不要攻击人家 你不要攻击人家 好浪漫 看什么 你是不是吹人家 我就是属于内型的啊 很会在那边讲 你有婚姻专家自己的离婚啊 就有什么办法 世界是不是这样子啊 其实CT是对的啦 就是说 当你空窗期的时候 你想说 不行下一个不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当你如果真正地 爱上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把自己所有最好的拿出来 然后不好的先收下去 然后当你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先看看她的表情 你看看她的情绪 有没有问题这样子 没有问题要继续做 对啦 都会这样子对迷我 都会不要跟徐熙帝聊空窗期间 他接下来叫我问你 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好 明明自己想问 一定赖到我头上 你的逻辑就这样啊 因为康朗哥在化妆间 一直叫我问你这个问题 那我头上 好 没关系 赖到我头上好不好 你问吧 他对于你们这种那种 有才华 肌肉型的男生都很好奇 这一句是你家的吧 就是如果比如说 在你身体空窗期的话 你如何 你知道就是 你刚刚好就是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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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答应过这一句不说谎的 所以我不说谎 因为我不能说谎 所以我就不能说了 那他这个答案有很多 狭想空间 就已经严重到不能讲了 对 所以是哪一种 我觉得是充气娃娃 不必那么摸 不能那么委屈 不能那么委屈吧 以他的条件 可以来真的啊 不需要对个娃娃在那边动之已经 OK 所以就是出去找对象 是这个意思吧 可以是真娃娃吧 真人啊 不需要是娃娃 不用讲 没关系 你不能撒谎嘛 对不对 对 所以他猜就对吗 还是说他右手肌肉超大 你知道 因为冠练太多 等一下 刚刚握手就知道 细节然后就整个隆起 就算你没有右手肌肉很大 也不能赖在这上面 可能是因为想要做GR 既然空窗期的话 为什么要那么专一呢 对 那两手平均发展肌肉 所以你做主意很发达 讲的我都害羞 哭了你了 我问你啊 如果女生喜欢你 结果你发现她喜欢你 只是因为你是很有名的杜德韦 这样你会就不高兴了吗 没有 她有她的自由 OK 你都可以 我觉得我的直觉很强 就是我交朋友的直觉很强 我觉得如果是有心机的人 我觉得我不会跟她怎么样交易 可是你从来不会想说 你要去日本韩国这些 比较没有人会认出的地方 去找女朋友吗 找女朋友 找一个只是认得 只是喜欢你 而不是喜欢杜德韦那个人 有想过 真的 有想过就是去那种地方 我就可以 当自己 向自己的实力挑战 你看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话 真的是自己帅了这样 对 我跟我姐常玩这种游戏耶 就是因为在台湾 别人看你就是说 SOS 所以已经很难会说 他们两个很漂亮 所以我们都会去日本 或是欧美挑战 说那些人是不是觉得 他们两个很漂亮 可是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你啊 对 所以我们挑战总是失败啊 她最后只有到泰国挑战成功 对啊 泰国人很迷我 好了 知道了啦 一直讲 跟泰国一直讲 那你也是走红泰国吗 我 没有 没有 你是哪一代很受欢迎 哪一代啊 那你有没有真的去日本去 我感觉好像 不晓得这是我自己自我中心 还是什么 我觉得去哪里都 都很受欢迎 对 我是说秉除明星的光环 靠实力的人 对 靠实力的人 她真的比你有信心耶 好笑吗 欧美那一代也OK吗 OK啊 没有 我在纽约有一次 我在一个室室里面 然后就听 太好了 OK 就在一个室室里面 就只要走去听音乐 然后就跟朋友一起了 然后喝东西这样 就有一个女孩子 她长得很漂亮 很会穿衣服很会打 白种人 白种人 她跑过来跟我说话 她说 你想当模特儿吗这样 然后我说为什么 她给我一张卡片 她是那种星探 她自己也很有型 就很酷这样子 给我一个卡片 说想当模特儿吗 然后他们说 我帮 我们都帮 我们的模特儿都帮 Kelvin Klein 什么Andy Univista 之类的品牌 当模特儿这样子 我说我不想 她说 你不想 因为可能她 找的每一个人都马上 这样子 可能是这样子的反应 她习惯那种反应 然后我说 不想 不用的这样子 她说你不想 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我是香港人 她说我香港人啊 那你不是美国人 我说不是美国人 那你在香港做什么职业 那我不想讲那么多 那我说我是歌手什么的 就要一直讲下去 反而我说我开机程车这样 她说我啊 她说你很有个性耶 很有个性 马上买机票去香港 开满阶级的圈 自己都抄抄 你这个答案也太好了 我上去也要有 你不上开阶级的圈 什么人都有 所以你当时真的 没有一丝丝想到说 要去帮Kelvin Klein 拍个内裤光好吗 我在香港 台湾都很忙好不好 我没有听到你拍 什么叫Kelvin Klein 什么东西 亚洲那一代你设计很满了 对 很满 可是他只要拍 就会有很大的海报 他穿的内裤 放在纽约的那个广场上 而且你的脸真的很适合 拍Kelvin Klein那种 对 真的吗 而且还有 那个卡还在吗 不是 而且他可能会帮你 建Kelvin Klein本人 Kelvin Klein本人 就要做一点那个 所以叫八卦书的说法 就要 像我去见过那个 Christine Dior的老板 总裁 John Galliano 你说 是啊 就是他们的总裁 真的吗 干什么 因为我之前跟大椅子 秀要去参加香港那个Dior的派对 然后他们的总裁就说 一定要接见我们两位 真的 因为知道我们是大客户 因为大椅子帮他们赚了蛮多钱的 对 我们都会跟他拍照 所以他只是要看一下 凯茨长什么样 对 然后我们就跟他拍照说 下次来台湾 然后去逛那个Dior的时候 就是直接一进去 把他的照片就丢在桌上说 看一看 还要不要打折 然后台湾人还会说 老外谁啊 就是谁会认得 老板人是长什么样子 可是就是满足一下 我们这种顾客的虚荣性 好 如果是Kelvin Klein 叫你要拍内衣库广告 你是不是就立刻就答应 不管你亚洲阶段满不满 我应该会拍吧 因为我亚洲阶段也没有很满 我也只有台湾区 小S聊知识 聊到自己不好意思 那你很专情的在爱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最喜欢跟他用哪一种姿势 就是非常投入也不小心有几个姿势力 对 变到忘记就对了 变到忘记就对了 对 变到忘记 你有试过那种感觉吗 自恋狂野男变装皇后都不放过 有一个蛮玩的经验 就是我跟 我跟逼哥 金正涛 杀的男生去纽约 就走在街上 然后就遇到一群 一群 Drag queen 变装皇后 对 他们就开始在那边 I want this 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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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his one 全部人都说要我 你又在那边陷到我的妈呀 他就有诱鬼了 康熙来了 所以 可是你知道 也是因为可能就是 做这个行业 做了蛮长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很多人 那今天一个你不认识的老外怪 他会过来跟你说Kelvin Klein 你能相信他吗 也会怀疑 说不定他只是要把你骗回家 除非今天Kelvin Klein在我面前说 我要你当我的那个 in-house model 这样子 我可能会 OK 你可能会很得宠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经纪人这样子 可是这件事情 你还是把它拿出来说脆一下 可见你还是蛮得意的嘛 炫耀 这是其中一件 我觉得比较得意的事情 他是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人 跟他搭闪 潇洒地拒绝当model 可是还是拿出来炫耀 所以跟你在纽约跟你搭讪的 女生比较多 还是男生比较多 有一次有一个蛮好玩的经验 就是我跟 我跟B哥 孙正涛 然后我们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男生 三个男生去纽约 然后一个很冷的晚上 然后我们就穿着那个大衣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留长头发 就走在街上 然后就遇到一群 一群Drag Queen 变装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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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黑人白人 长头发 那个脸这样 画得很夸张 很美 很美 很乖 那种感觉 然后就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想说 他们一定会挑戏我们 我就有这个感觉 因为走在那种 Souho区那种地方 然后就 他们就开始在那边 I want this one No... I want this one 就是说 这个我要这个 这个 然后全部人都说要我 要在这边炫耀的吗 炫耀鬼 炫耀鬼 打败中任涛有这么得意吗 没有... 我只是 讲其中一件 我觉得不要太厉害 阿B一定会抗议 所以当时只有你跟阿B 两个人 他另外一个男生 三个男生 对 所以你后来整个变装皇后 走了之后 你有跟阿B说 刚刚他们都讲我 阿B知道 有啊 B就说 神经病 那我怕他 没有人挑他 就 摆在他旁边 是杜德韦比较适合 变装皇后的评论 对 因为他蛮男女通知的风格 对不对 对 而且他看起来 就有点随便的样子 不像 就周正涛看起来比较乖 对不对 他比较野 我刚刚男人要有叛逆的气质 在才吸引人 嗯 谢谢 所以你很 什么 我就是有的 所以你人生当中 很想炫耀的是 就是变装皇后跟Kevin Kline 在那边 感觉上 他觉得变装皇后的赞美 比Kevin Kline更好一点 对 其实因为 因为 那边的人都不认识我 对啊 平实力 就是靠实力的这样 引出来的话 那个比较满触感 对 因为我们的高度 可能都指到那些变装皇后的胸部而已 他看不到你啦 对啊 就从我们上面过去 可是他们每一个都比我高 我在想韩国女生 应该也蛮比你的吧 在韩国好像就 没有很红 可能我很少去韩国 我去过韩国两次而已 都在录音室里面 我可不可以请问你 你谈过恋爱的对象当中 有除了华人以外的人吗 有 有 就是我第一个女朋友是南斯拉夫 在学校里面 就是在那时候 我刚去加拿大念初的时候 然后 在学校里面认识一个女生 你真的是我认识第一个 有跟南斯拉夫人 谈恋爱的人耶 真的 我也觉得蛮怪的 南斯拉夫人怎么样 南斯拉夫人啊 有什么特色 眉毛很浓 是以字眉吗 中间会连在一起的那种 没有 不是吸血鬼 很多毛蛮浓密的女生会这样子 她好像两条毛从在这边这样子 就是我记忆中就是她眉毛很浓 可是那个时候我才20 20岁 所以是第一个女朋友啊 其实是 puppie love 就是那种 前程的 初吻的 OK 20岁耶 20岁 那你算蛮晚熟的吧 以你这种狂野的style的 可是以前我很害羞 以前我在家里 因为我家里只有一个哥哥 然后都几乎都是男生 然后我小时候念书都是男校 一直到我去加拿大念书的时候 才有正常那个 学校里面有女生这样子 嗯 所以从20岁开始开窍 对女性方面 没有 20岁才初吻 这跟你讲是纯纯的爱啊 只有牵手而已啊 那你到什么时候开始发狂了那种 那种 就是要挣脱那种 发狂 挣脱 三十多岁 十多岁 这么晚 对 为什么 不知道 我之前都真的是非常非常干准 真的好浪费喔 你在干什么 你之前真的太抱歉天误了吧 你自己 不会啊 这样子可以 多用个几年不好吗 太早全部用光的话 太早全部用光 那后面 这东西并没有配额啊 就是 我觉得当你在吃那个 吃食物 比如说食物的味道比较淡的话 那你先吃淡的 淡一点淡一点 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然后后面的东西的味道会更好吃 如果你先就吃那种味道很重的 你到后面吃淡的你就会觉得 你真的很无趣 很嘴硬耶 你太晚开始就承认 你还在那扯到那种 不是 没有 这是自然而然就是 所以你现在还是发狂期吗 蛮狂的 但是他多用几年 就应该还是啊 蛮狂的 如果你说用在对的地方的话 我会很狂 用很多想想空 想想空间 对啊 因为他答应今天不说谎 所以你随便问 他都得回答 我也不好意思耶 你想问什么 没关系 如果太严重的话我会不讲 你要问他最猛的时候的记录吗 可以吧 好不好 不然你先一人唯一 你先毕竟你是长辈 好 要往真心画大冒险的 你一次最多同时跟几个女生交往 我不是说像什么 这样会影响歌迷对我的印象 所以是多过一个吗 五个 五个 三个 不讲 超过吗 没有 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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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你摇头了 三个说不讲 所以大概三四个 没有 不讲了 这个不能讲这个 这个我觉得我讲不出来 所以后面的问题他都不能讲了啊 没关系啊 那你就问啊 反正他不能讲 好 那不要说你感觉你很花心好了 那当你很专情的在爱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最喜欢跟他用哪一种姿势 前提是你很专情 很爱他 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是 就是 非常投入也 不晓得已经有几个姿势的这样 变到忘记就对了 对 都变到忘记 你有试过那种感觉吗 做什么 我觉得你最好的回去可能会做梦 其实你不要乱问到你自己失控好不好 可是他真的很符合大家的想象 对 就有狂野的部分 然后 如果很投入的话可以很多变化 对啊 这样你的歌你会很喜欢你啊 没有问题 因为我刚刚这年头已经不流行那种 你知道讲话必必俗俗的男生了 男人要有点担当 好吗 打到麦克风 明明自己想听八怪的这些 什么 什么东西 所以你本来期望会有一个特定的答案吗 也不会耶 我觉得他会讲到这种程度我已经OK了啦 满意了 所以今天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差不多了 因为我刚才在问的时候自己的胃都有一点缩紧 太害羞了 可是我本来以为他会冒出让我觉得很不符合他狂野形象的答案 就很真的蛮狂野的 真的吗 你打算这样狂野到几岁啊 还不知道 就是我一直 我会 我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人 如果一直有这种狂野的想法的话 可能就会继续 你会想要 我不会把它想成狂野了其实 就是趁其自然 我是这个个性 我会去做这事情 我就继续去做这个事情 那你会想要结婚生子吗 真的 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我 我 为什么我有一次 我去一个朋友结婚的那个晚会上面 我觉得很恶心 我刚才有人在结婚啊 然后那些人走来走去 然后把他一桌 那个妈妈什么新娘的 什么亲人什么一堆人 我觉得我很不舒服 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是新郎 然后站在那个台上 然后一天跟女孩子结婚这样子 最让你不舒服的是什么事 没有 我可以想象自己 在老的时候会有一个 我喜欢的女孩子一个伴 然后可能 买一个房子 然后蛮大养一些狗啊什么 就是这种很回归自然的一种 生活的方式 可是我不能想象有那个结婚那个过程 就那些仪式啊 双方家长啊在那边远方进行 对啊 然后中秋节要聚会啊什么 新年又要聚会 这种 然后小孩围绕在你旁边 你不喜欢吗 你这样会想象他狂一点的 我这个 没有我这个 我在 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 让我有很多负面的想法 对于小孩子 我看到太多那种报纸上 看到小孩子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 我知道如果我生一个小孩子出来 我会非常非常非常care 然后 我会疯掉 他出去有什么事情 任何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我会疯掉 所以我不如就不要碰这块 而且有一时候 我看到一些小孩子批啊什么 我想说 如果有一个小孩子是这样的话 我怎么办 那种家里可能不叫啊 或许什么 如果我生一个小孩子出来是这样的话 我一定会疯掉 我不晓得我会怎么办 所以就不如 对 所以对对我让你很困惑吧 就是你想 如果你想吃一口 结果他又跟你说他绝对不结婚的话 不会啊 我就觉得这样跟我很match啊 你不是很想嫁人生还是吗 才怪 我最怕人家跟我提到结婚生子了 真的喔 你为了要跟他在一起 就这样子改变立场吗 真的啦 我真的结婚生子也是 所以你也不会喜欢吗 哇 你也很狂野嘛 我很 我很幻 好 所以很高兴你们找到志同刀 对 好 我其实觉得很适合你啦 你继续代表自由的生活方法吧 好 谢谢你今天来讲 谢谢 谢谢 谢谢